经济可提 首相南都斯利安华上任以来 积极推动各项经济和政策改革 包括改革津贴制度 希望减低国库的负担 促进经济正面发展 而这些努力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 摩根大通日前上调我国投资评级 令市场备受鼓舞 不过经济分析员点出 这些经济利好消息带来的影响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落地 因此普罗大星短时间之内 不会感受到太大的改变 而政府和本地企业也必须要 在技术还有人才上投放更多心思 才有望在未来成功借助这一波商机 摩根大通近六年来 第一次上调我国投资评级 从简直上调至中和 主要原因就是政府一系列的政策改革 数据中心投资和外资回流等等表现 获得认可 然而这些经济利好消息 无法在短时间内带来直接效益 更和普罗大众目前面对的 生活成本高涨问题关系不大 以致难以引起社会共鸣 那比如说我们在谈到这个津贴改革 那这个当然对这个国际投资者来说 那他看见的当然就是说因为取消掉这个津贴 然后津贴用在所谓的更具生产性的这种公共开支 那他当然可能对这个整体的国家财政赤字来说 会有改善的这个作用 但对我们的这个劳保姓来讲 他的感受倒不是这个国家财政赤字的改善于否 他最实在的感受就是当津贴被拿掉了以后 然后所出现的一连串的跟生活成本压力相关的 这种问题 黄景荣点出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好消息 主要是和高端科技产业和出口有关 但我国绝大部分的企业和打工一族 都不在这些领域内 这意味着这些好消息带来的红利 无法立即直接反映在民众的身上 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 你就算建个这个数据中心要一年以后的事情吧 所以大概也要说一年 所以可能是更实在的 我说整体的经济能够感受到 那种经济增长的好处 可能也要到一年以后的事情 我觉得那个感受才能够更实在一点 当然到最后说 这一波的这个好处 就经济的好处是否真的能够下流到 更广泛的这个企业跟个人 我觉得它还需要可能很多政策上的这个配合 投资评级上调或许是一个讯号 外资入住后 如何消化成本地企业的养分 才是急需探讨的课题 例如高科技企业在本地设厂之后 可能会需要人才技术和零件 而本地中小型企业必须紧跟他们的脚步 才能实现对接掌握商机 它往下流的时候 本地我们的这个经济基础能不能够接得住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接不接得住 那就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 就是说到底本地的这个企业 有没有这样子的技术底液 有没有这样子这个人才 然后能够接得住这个商机 所以接得住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才能够打破我们困扰着 我们这么多年的那个魔咒 就是说本地企业投资不足 技术能力不足跟这个工资偏低这样的一个魔咒 黄景荣建议政府投放更多资源 来促使本地企业进行相对应的投资 包括扩充产能 推动研究开发 以及培养本地人才 以实现产业升级 进而让人民真正的从中获益 八度空间叶新梅万达镇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